高雄市长韩国瑜和新北市长侯友宜与谢龙界同台,受到台下群众热情欢迎。 李奇华社,高雄市长韩国瑜,新北市长侯友宜和台中市长卢秀燕为谢龙界站台。 刘秀分社,国民党台南市第二选区立委补选参选人谢龙界17日下午在远东科技大学举办竞选总部成立造势活动, 邀请高雄市长韩国瑜,新北市长侯友宜和台中市长卢秀燕与谢同台,一起兼施木鱼替农鱼民行销农产品,超过3000人挤报会场,热情呐喊立委选龙界,台南发大财。 场面热闹友如嘉年华会。 高雄市长韩国瑜,新北市长侯友宜和代表国民党参选立委的谢龙界晚起袖子,一同捡起湿木鱼料理,并当场试吃,替在的农鱼民行销农鱼产品。 随后三人走进会场,现场群众看见韩国瑜等人进场,蜂拥上前抢着和他们握手,舞台前一度被人吵挤得水泄不通。 当韩国瑜上台致辞时,现场上千群众卖力挥其欢迎,让韩国瑜不好意思说今天大喜之日是谢龙界,洞房花竹叶主角是谢龙界,不要提到我,谢谢。 韩国瑜表示,这么多人来挺谢龙界,代表台湾人觉醒了,民进党搞意识形态等招数要被淘汰,现在台湾人明白,谁帮人民顾好日子,谁就是好的政治人物。 韩国瑜表示,谢龙界这次如果真的当选立委,能够帮农于民找活路,也是台南,台湾的大胜利,整个南台湾站起来,告诉大家我们要拼经济, 呼吁大家给谢龙界机会,也给台南一个机会,支持谢龙界改变台南,改变基层生活,给大家更好的生活。 侯友仪表示,过去从政三十余年来他一直用南部人的快口和民众互动,他胜赞谢龙界是最接的气的一员。 台中市长卢秀燕稍晚也赶到会场,同样受到现场群众欢迎,他表示,谢龙界可说是台南最好的推销师, 如果让谢龙界进立法院,台南一定会出头天。 忠实